林书豪又一次泪洒赛场 积攒的压力随着泪水进行释放 20分6篮板6主攻 这是他面对山西南篮交出的打卷 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低潮过后 他等到了脾气泰来的时刻 CBA第二阶段开始后 林书豪就一直饱受质疑 面对广煞两场比赛请得2分 怀疑声甚嚣神伤 他似乎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篮网时期遭遇毁灭性伤病时 他哭过 彻底失去NBA机会的时候 他也哭过 林疯狂那段流行般耀眼 却短暂的慌 似乎要用余下生涯的坎坷来偿还 过去的一年对他来说 就像一场噩梦 伤病 腹肩 隔离 一直在消磨他的意志 好像在林疯狂的名号下 也只是个和我们一样 为生活而挣扎的普通人 那些击不垮我的 会让我更加强大 他把1月9日 零分的那场比赛 记在了自己的球鞋上 并带着这份勉励 又一次从泥沼中从容脱身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林书豪他始终坚信 黎明将至脾气泰烂 欢迎主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杀涵